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加繁琐了 就更加琐碎了 之前真的不觉得 也不能说是学校没有作用 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觉得当时以前学校的存在是觉得它是正常的存在 小孩在那边学习 然后他很多时间在学校里面 然后老师在照顾他 结果学校停了之后小孩在家了 对啊 你变成老师了 你知道原来学校老师帮我们解脱了太多 是不是特想老师 对对对 特别想但没办法 没法送回去啊 学校也没开 那结果你现在就是要面对小孩 你要带着小孩 然后还不能一边干你的活 一边去照顾他 这样不行 小孩不会接受 我们经常教育小孩 你做事要专业 那这个时候他在教育我们 你要好 你要陪我 你不能看你的手机 你不能边做什么事情再跟回答我的问题 你要看着我的东西 你要看着我 多好的一个教育机会啊 孩子们教育家长呢 真的是 真的 对 所以就被教育的不行 被折磨的不行 你以前没被折磨过 以前你出去了 去工作 孩子们去学校 回来家里几个小时的相聚 基本上很多家庭都这样 但现在你完全停留在家里了 那你会承担什么样的一部分工作需要 你会承担哪一部分 你会和你老婆怎么样协调来互相分担呢 我基本上那个 我两个一个一岁一个快五岁的孩子 那个五岁的时候基本上给我负责 然后另外的话 出外采购我负责 所以的话我基本上从疫情居家开始 那我一三五要来店里营业 然后剩下二四六是在家里 但是同时我基本上也要这几天当中要出到外面去买菜啊 买其他东西也要花个 也要有一两次 所以其实我一个星期都有四五天是在要出去的 说实话 我是在外面曝光的还比较多 那你的思想意识怎么样 你会不会每次出去都很小心 这个措施做到足啊 会做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不像没有那么紧张 一开始的时候紧张一些 就是手套 口罩那是肯定必须的 然后上车前出去前用洗手液洗好手各种 现在基本上也成了习惯吧 就手套有时候不戴 因为挺难受的 就出汗啊 喝 然后你拿东西不方便拿 然后也挺容易脏的 就你脏了的话 你又得马上换你 有时候你不可能口袋里戴了太多个手套 因为我们的家里有小孩 所以很多人呢 就是做父母的人呢 他会格外的紧张 那也有一些人呢 就紧张什么 孩子多接触一些细菌 可能抵抗力更强 每个人都不同啊 你呢 本身哈里是一个怎么样人 我觉得是不要太极端 还是该注意的得注意 但你不要太过紧张 太过紧张的 我认为的不好的地方 就会使得你精神上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然后同时我听过有人讲 就是有时候就会忘了自己有没有患 有没有洗 结果就好紧张 就在回忆是不是 结果又再做一次啊 或者怎么样 然后又觉得是没有洗 又碰了哪个东西啊 就特别紧张 我觉得你还是得 比如说我就基本上就上车下车 作为一个主要的提醒自己的嘛 你上车 对对 你到了超市 你下车前把该带的都带好 然后下去 然后回来的时候 你上车之前把这些口罩什么 丢在车里面的垃圾桶 我非常讨厌那些人丢在那个地上的 特别多口罩和手套 是吗 我觉得那个是特别不好 因为你都特别小心 特别怕 对吧 你只要丢在外面 那你这个对别人是多不好啊 这个也是我下一个可能视频的一个点子 其实这样看 我觉得你还是蛮阳光的一个人 疫情当前你还是很淡定的 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那对于哈里来说 这么大的疫情 这么大的困境 自己追求的电影也不能去正常的 如常的去追求了 那还有什么事会带给你压力呢 或者说在什么样的状态下 才是你口中所说的才会出现压力呢 这个可能一直来了才知道吧 以前没来过 没碰到过 有 当然有过那种 就是说短时间的压力 不会说那种长期的压力 短时间的压力其实最近也有 因为忙起来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做一件事情 特别是你又还比较喜欢 或者说比较熟练的事情的话 你是不会累的 哪怕做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小时 你都不会累 累就是累在你一个时间 在同时做了几件事情 或者在想几件事情 那个就是特别累 哪怕你没有任何的体力 打个比方 我在店里在忙着 很多客人在等着我 还对 然后同时我另外一个压力是 我五点钟一定要回到家 我才能帮我老婆照顾另外一个孩子 这样的话才能把那个晚饭顺利的做好 这样小孩不会至于饿过头 然后最后苦闹之类的 好 另外的话 同时我又在想着我的小剧本 在后天就要开拍了 你看突然我就有三件事情 一个手上马上要做的事情 别人排着队等我 然后另外一个五点钟 我必须得回去 但是手上还有这么多 就算这些客人全走了 我还有还要收尾 还要怎么样 把剩下的事情做完了 我走才会不至于 待到明天又还有一堆事情没做完 然后同时我又要想 后天我的这个剧本还没有完成完 后天就要拍了 那这个三件事情同时 存在的时候 那个就是特别累 就感觉你就有点慌 你慌了之后会发脾气吗 在那种特别累的情况下 你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吗 可能我会尽量控制 但可能在别人看来 比如说在我老婆看来的话 可能他会发现 好像精神不是很集中 有点慌酷 跟你说的话 你也没听到 没听进去之类的 他会有这种感觉 应该发脾气这个还好 这就是和个人的脾气有关的 你只是恍惚一下 完全没有发现 暴躁情况出现 没有将负面情绪 带在家里 然后影响家人 没有形成恶性循环 希望会有更严重的影响 控制一下 都要向你学习 每个人都自我反省一下 其实现在谁都不容易 疫情当前 谁都想出去玩一下 阳光海滩一下 但是出不去啊 孩子也上不了学啊 所以包括对电影 有追求有梦想的哈里 也在家里 但是改用了全新的 拍摄视频的方法 反映出他所观察到的 生活中的一些细节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吧 我们观察生活 热爱生活 对对谢谢 大家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 期待早一点 能够见到想要见的人 其实我们还好啦 我没有计划要回国 或者说去哪里 但其实好多人 他是已经有特别重要的活动 或者家里的事情 是要回去的 结果现在是没有办法 回到中国 机票特别贵也好 买不到也好 或者说是你也回去 怕回去了又有政策上的变化 结果回来又又又又 卡在那个地方又回不来了 好多就是刚好有些就是 他夫妻一方回去了 他回不来了 然后像小留学生吧 那你一个人 然后这边又上不了课 原来住的地方可能也到期了 不能住了之类的 特别多问题要解决 最关键你自己的意念 真的要是要支持自己 哪怕身边没有亲人的话 也要坚强 我们希望去 如果听到我们节目的话 大家一起加加油 互相鼓励 互相支持 也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每个人都可以健康平安 同样祝福你哈里 如果你有什么视频上的大动作 记得再来我节目里来分享 好的 谢谢你给我机会 然后顺便也可以来介绍一下 我的一些作品或者是想法 挺好的 我也希望 其实有朋友有什么点子都可以聊 可以跟互动一下 所以我有个YouTube的频道 现在也是刚刚开一个月吧 也在采访 也在向您学习 没办法去找到一些朋友来坐着聊 他只能去采访 那也蛮好的 同时也在学习了 就跟别人聊的时候 就学习到很多 要搜那个Hollywood 才能找到我 朋友之间就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那个YouTube 去找一下哈里的网站 那看一看他的视频 希望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 找到自己的表达的一个渠道 和结合更多的朋友来分享 我们一起鼓励 加油 祝福你哈里 谢谢 谢谢黄欣姐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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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